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的亮点,大概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七常委,一个不缺,全体出席。 这种殊荣和礼遇,使人略感宽慰,但是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疑团没有消失。 这位主持平反了数百万起冤假错案的总书记,功勋足以标平史册的总书记, 在党的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,按照党章选举产生, 却在四年后不知道根据中共党章的什么条款,被某种力量逼下了台。 当时是,现在仍然是个说不得的谜。 另一个天大的谜是,26年前他去世了,学生和市民们基于实弊, 越发怀念这位大政治家的宽容精神和连接操守。 为他过早的去世,自发地在天安门前举行追思和悼念。 这不知又违反了国家的哪一条法律,居然被中共军委主席一锤定性为动乱和暴乱, 遭到全副武装的血腥镇压。 当时和现在也仍然是个严禁揭开的谜。 不愿意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则已,既已告示天下,就不该放着天大的事得过且过。 一代人的光阴已在无法无天中流失殆尽,历史难道容喜将错就错? 真相不应该向老百姓隐瞒,教训必须郑重其事,总结和报告国民, 共同戒备重蹈覆辙,这种大事是人就有责任,总不是奢望吧?